因為那個煙囪這樣下來 它垂直 因為不是垂直 它這樣斜下來 灰濛濛的天空 能看見一根一根的煙囪 那裡是台塑六青 所排放的空氣污染 一路飄到彰化台西村 空氣污染 生態轉變 龍舟物也沒有來 大家也種金屬 生病了 老了就死掉了 實際採訪在地居民 排下六青對這片土地的迫害 這部紀錄片 從構思 採訪到拍攝 全都出自於這名高三學生 李洛慈 六青它的汙染 就主要是吹南風的時候 會影響到台西村 就其實不只是生態受影響 就可能是他們傳統的 他們種植西瓜 或者是他們在海裡捕漫苗 李洛慈出身彰化農村 對土地 鄉村有濃濃的情感 他回到彰化 發現台西村位於六青的東北方 每逢吹南風 這裡就飽受恐無之苦 不僅影響農作物的收成 離癌的人數增加 李洛慈真實紀錄 以兩部紀錄片 申請台大生物產業傳播劑發展學系 打敗其他對手 脫穎而出 順利錄取 就是請很多家去拍紀錄片 然後成績其實也真的掉下來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很肯定 自己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就我很清楚 這些是我想要做的 儘管因為拍片成績下滑 但李洛慈仍堅持完成紀錄片 成功錄取台大 因為他知道恐無問題 跟每個人息息相關 更希望自己拍下的紀錄片故事 能夠讓更多人關注恐無議題 記者李津文曾偉向台中 裁縫不到